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4月13日 今天上午看到自由亚洲电台发表一篇文章 讲到台湾第一艘万吨级的军舰下水 这是这个国建国造啊 也就是什么呢 台湾自己研制的 自己开发自己建造的 绝对是这个 这个独立完成的啊 这个叫玉山军舰啊 玉石的玉 给大家看看 现在已经下水啊 举办了一个仪式 这个蔡英文总统啊 前去讲话 就场面搞得比较大呀 由于现在中共对台湾这个 这个 这政策啊 发生了变化了 咄咄逼人啊 这个大有这个 这个台海开战的架势 习近平摆开了一种这个姿态 那是绝对是很强盛 强硬啊 这个亮拳头啊 绝对不妥协啊 那么造成什么 这个行事紧张 昨天 25架军机飞过来了 你想到天空游 黑呀呀一片 他都不害怕吧 所以这个就招致了什么台湾的高度的警觉 那么过去我记得我刚来加拿大的事啊 我认为台湾这个没有必要就是过度的搞这个军事设施 现在我这观点转变了 主要是什么原因呢 习近平变了是吧 习近平这个带领这个军啊 这个军头们 那对台湾现在是真是给我的感觉啊 大有这个这个擦枪走火啊 这样一个可能性啊 搞不好这能发生战争啊 那么当然了 如果有美国的支持啊 介入 这个说不定能保住台湾啊 你如果没有的话 那你台湾毕竟是弹丸子弟 是不是 你见再多的这个军舰 哪有这个中共多啊 中共的军舰都比美国要多 多数三百多多艘的 是吧 当然那个吃水量啊 还是不行 这个台湾这个军舰呢 根据今天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啊 是万吨级啊 两栖运输舰 船体的隐形设计 可搭载两栖军事装备 啊 蔡英文他表示说将强化国防力啊 那么有人军事专家分析啊 说这时候军舰下水啊 一方面 说可以呢 防止中共群台的台湾外岛 就是也可能不打本岛 打到外围那些岛 还有小岛好几个呢 说另一方面可以执行啊 重新多岛的任务啊 也就说明 假如做好准备了 预案 如果有天将人打下来以后 再把他夺回来 那就很难了啊 情况都非常复杂啊 所以这个蔡英文被对这个见呢 是很看重啊 在这个会上我看 发表的讲话 一字一板的 这个蔡英文总统的总体素质 这些人是很优雅 就是孩子的女性非常好啊 就给人感觉非常的这个深沉啊 淡定从容 你说像他这个小地方要守这个台湾啊 你想他承受这个压力超大 看不出什么太大压力啊 好像他觉得一次常态化了啊 那么他在这个讲话当中说呢 他感谢你啊 将成为我们的海上堡垒 守卫着中华民国的海疆 祝福你未来航行四海 顺利平安 现在我命名你为玉山军舰 命名人 总统蔡英文 哈哈 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啊 这个蔡英文是13号啊 就是4月13号出席了海军 宗科院 台船 公司打造的玉山舰 搞这么一个庆功典礼啊 新型两席船屋 运输舰 除了是海军第一艘万顿级运输舰之外 更是依据国防部 须训需求 国防部里训练需求是建造的 可以说是国舰国造的另一个里程碑啊 相信有了这个舰 加入一定强化海军执行任务能力 让我们的国防力量更加坚定 这个台湾的海军 我认为和大陆比不是一个这个层次的 大陆的海军这个应该讲他投入钱很多 但有一些设备 恐怕不如台湾 因为台湾都没事的 尤其在美国买了一些这个新型武器 那就从一般意义上来讲 不论是数量啊 这个人员啊 等等各方面经验 应该讲还是 大陆的海军呢 要胜过这个台湾的海军 但是大陆的海军 中国的海军胜过不了美国的海军呢 昨天前几天我在这个节目当中 曾经讲到了啊 我也是来到海外以后才看一些这方面资料 以前我不注意研究这个军事方面的设施 那时候虽然是家在大连啊 那是首家在地的就海军舰艇学院啊 这个水面舰艇学院 而且大学的同班同学 有三十个在这里当官 这个事也是有点缘分的 而且在那个大连日报做机制编辑的时候 发那些文学作品 就报告文学 有一段时间是我分管报告文学 那个海军舰艇学院的战士当官的投稿最多 几乎每个星期都有来到办公室来投稿的 有着投完稿以后啊 他就来来卡给你经个礼 然后给你告诉你 他是这个什么做什么工作 基本上都是当官的啊 没有太大的官那时候就中等吧 那些战士们特别重视这个宣传 因为要能发一篇报告文学啊 发个两三千字 那在学院里面那就是绝对当回事啊 现在想着这有意思啊 就这些年轻人呢都这个现在成为了这个海军的舰艇的舰长等等啊 2000年12月本人被勃起来下令关押在旅顺海军基地 看守所里边整天就和这些海军小战士们大交道啊 真是没想到人生像一场梦一样啊 这个这是现在又来到这里来了 所以我就讲了什么 就是这个海军啊 这个我是不希望两岸打仗 你想两岸应该吸取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教训 你说毛泽东和蒋介石 我看了很多书啊 因为本身我在辽大历史系毕业 你想再学问差的话 多少基本知识还知道啊 看了好多啊 彭蒋介石的 骂蒋介石的啊 骂蒋介石最有那个金陵村梦是吧 现在后来看金陵村梦才是假的 胡扯 真正蒋介石我也看到这里 呃台湾出版的比较真实啊 但是也有一些这个 呃 跨大其次 毛泽东也一样啊 毛泽东我看了好多关于毛泽东的 还有李治隋的毛泽东私人一生 就回忆录啊 呃 这个我认为呢 就是对这些人物啊 呃历史一分析就可以看出啊 这个台湾存在的价值 他的价值就在什么 就他民主转型了 如果他不转型 我肯定天天批评他啊 如果还是老几样统治搞一党执政 那我肯定反 呃 他转型以后获得成功了 最后成为一个民主的灯塔 他这个又自身民主转型啊 这个国民党民进党 还轮滑了好几轮啊 可以看出 中国人民也适合搞民主 而且能搞得非常好啊 搞了民主之后 你看还防疫工作做的又超好 对不对 这说明什么 说明共产党原先在大陆里骗老百姓 说中国不适合搞民主啊 国情的原因啊 等等都是骗局 他就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啊 呃 所以得出最大的教训呢 就是不要就是两党 就是中国人和中国人不要斩 要合 怎么合 就是一起建设一个什么呢 民主 竞争的机制 就以后再次想当官 呃 这个俗话不讲了吗 不当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 不是好士兵是吧 呃 都想当头 人都有一种权利欲 统治别人 就包括家庭 呃 你太太要是想说了算啊 你就得必须 顺从 你不顺从 他不当官的话 你不就干仗了吗 因为那种矛盾是吧 那个就是在一个国家也是一样啊 地区也是一样啊 就是说呃 谁想当官不要紧 民选就完了 共产党最怕的这一点 共产党狡猾在哪里 他用种呃 假的语言哈 骗中国的老百姓 说是台湾那些人想搞态度哈 其实人家没搞态度 呃 要态度早就宣布这个公投了 没有 我仔细听了蔡英文的所有的讲话 没有 这个就是习近平在香港搞机组路线 倒庭倒行逆事 呃 造成香港人对一国两制信心丧失了 尤其是台炮 台炮一看 原本想和平的啊 这个一国两制慢慢发展 完蛋了 台湾最好的时期就是马英九的时期 我认为呃 有希望就是两岸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也就是什么呢 民主和平转型啊 可惜什么呢 呃 习近平也好 胡锦涛也好 马英九也好 这些人没出息啊 我算坦率的讲 有点出息 你想呃 上大陆来了多少他马英九啊 你来以后 你当了八年总统 那七战军跟中共私下谈好 就是能不能 我们就是 讲和 我们不是要光发展情绪 算民主和平转型 呃 你允许我国民党在大陆建支部 啊 然后 我呢 恨你精选 你要选上 你就做 选不上我 我我做 然后你骂我 啊 你是在野党 这不就好了 很简单解释 结果他这些人 呃 格局不行 心胸不行 我认为他们缺乏那种 蒋经国那种 马英九还是蒋经国的英文秘书啊 他们有蒋经国那个 能力和熊慧 虽然长得潇洒啊 这个 呃 你看讲话讲的是 头头是道啊 不行的 就是说他那个时候都很奇怪啊 我那时候在大陆 我看了好多 当时我因为我在体制内吧 不敢公开讲 私下跟习民建朋友也说 他这时候农历一下 呃 劝劝胡锦涛 习民 说不定有希望 你可以先搞一个 比如说国民党的 呃 历史的研究所啊 说怎么样 给个机会 然后发展支部 马上不就成了吗 那很多人都愿意加入 加入以后民主就转型 两党竞争 就像台湾这样啊 没有关系 四年一轮都好 这个机会失去了以后 现在就很难了 正好习近平现在 呃 把自己当着毛泽东了 一路走到 走到 这个悬崖去了 回不来了 所以这个台海 给我感觉终有一战 这主要是什么 这个民主价值和这个 专制价值啊 他不可能暴露 这个虽然都是这个 中国人两人两人一家亲啊 台湾想民主化 大陆想钻制化 习近平想给台湾拿回来以后 就像香港 随便抓人 呃 多开心啊 今天抓这个 明天抓那个 多爽啊 是吧 你看他给那个林志英 还没判 就管到监狱四个多月了 是不是 他搞这套东西 台湾人能接受 不可能接受 而且台湾人这个 这个金宝长的风雨 你想 你看看台湾的历史啊 日本统治了五十年 你想想 是不是啊 人家什么都经历过啊 所以不在乎 人家坚强 所以习近平考车逃 呃 打老婆 想叫老婆爱他 这种办法 处理内政外交政策 呃 一路坍塌 解决不了台湾问题 只有一战 一战美国肯定解决 因为台湾是美国第一岛链 是他自己的利益在里面 何况有台积间的芯片 是按照美国技术生产的 再有台湾是中华民族 民族转型的灯塔 现在正在照亮着中国大陆 和每一个中国人的心 你不要看大陆 愚密的爱国主义 整天打台湾在那儿 嗨啊 那是假的 我跟你讲嘛 中国人太聪明了 我接触体制内的人 这么说吧 十个人有九五六恨共产党 都是假的用户 小孩是假的 他爸当官他用户 他爸算归以后 他能用户 你看那个博瓜瓜 写的用户共产党吧 是吧 这个人都是自私造成的 所以说本人认为 这个刚才车远了 就是蔡英文 他主持下口的玉山界 是有必要的 就是为了 这个一个是作为一个 一个标志 树立一种信心 你看他这个玉山界 全长一百五三公尺 宽二三公尺 满载量 一万六千吨 外观呢 具逆中构造 拥有完整的电磁魅冲 防护性能 并配置防控 对海自卫战的武器 能在外海独立执行任务 配置台船 配置台船 多年来研发的 智慧性调水系统 能提升舰艇 舰艇的机动性 也导入全售旗 管理系统 达到这个国建国造 修建合一的目的 他这样做的话 就是给这个台湾 老百姓一种信心 大陆一个警示 台湾 经济基础非常雄厚 所以说习近平要想打台湾 虽然从总体上 要比台湾这个力量 军事设施要强 但是不得民心 没有站在一个 道义的制高点上 再加上 左邻又设日本 澳大利亚 菲律宾 尤其是美国 肯定会防护 这一点毫无疑问了 N个自由国家联盟 将洗洗手来保护 保护民主的灯塔 所以习近平 必将带领军头们 并且还必将碰得 头破血流 那么今天的 还把其他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 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 谢谢